拜 前程參拜 獻花獻果 民眾黨中的參選人柯文哲 參鄉 禮數 作祖 但在他心目中 宗教信仰成了政治審查工具 民進黨反中的反而是欣然理得 從此以後請那個賴清德跟蔡英文 不要去拜媽祖 不管你是媽祖 官公 還是保聖大帝都是外省人 都是來自敵國的 都是中共同路人 柯文哲把政治理念選擇捆綁宗教 讓信徒們也覺得莫名其妙 那西方的宗教的話 台灣人是不是也不能拜 政治歸政治 宗教歸宗教 不可說因為 跟某種關係就把信仰抹滅掉了 成大電機系教授李中憲 怒批柯文哲歪理 說按照這邏輯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不能拜耶穌 因為俄羅斯也是東正教 有這麼蠢的宏統言論嗎 關公媽祖成神成聖的時候 根本還沒有中共 這種荒謬沒有邏輯的說法 難道是在應徵中共國台辦的發言人嗎 反共不一定要反中 反中不一定要抢中 我們不要把中國14億人口 全部當作敵人 王定宇 不要忘記 2015年你找我去站台很多次 你行的 反正要利用完再推開嘛 對不對 沒有拼 日前英國經濟學人才刊登專文 分析中共藉由媽祖民間交流 進行統戰 柯文哲拜媽祖關公 等於親中的神邏輯 任何信徒都能輕易破解 政治跟宗教是兩回事啦 三立新聞 劉清富 孟國華 劉慧婷 那我們就進行綜合報導